一个姓周的男人 在微信文中 说生产解放军军车架 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 因为个别人缘贪腐 导致军车质量差 造成士兵系中印前战牺牲 公司事后报警 公安将那个男人七步归案 他承认三部谣言 会深刻反省 又写一道协讯费过 东风越野车近日有两个高层 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是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